我叫马燕梅 我实名举报 四川省巴中市佛教协会会长赵胜法师 我以2020年9月份 惊人介绍 到四川省平川县接管千佛寺的期间 赵胜法师对我提出不正当的要求 我当时态度很坚决 所以他认错的态度也很好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从这以后他步步跟我挖坑 三番五次 威逼利诱 让我跟他发生不正当关系 我最后迫于压力 从四川离开了 我是从今年四月半的时候 从四川离开的 在这个两个月期间 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因为赵胜法师利用全物质 捏造事实 威胁恐吓 栽赃陷害我 今天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我经常害怕的都把手机给关系 因为前几天看到国家现在打黑除恶的力度 非常的坚决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向当地政府进行了举报 可是赵胜法是目无王法 所以在这期间还继续威胁恐吓我 让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其实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 面对着全体大众去说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要背负的这个后果有多么严重 今天我在这个平台来说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我个人讨为公道 我只是想让 真的身为一名佛弟子 身为一名佛弟子 看到 我们的信仰 如此缺失 佛法本来是人类精神的依规 现在竟然成了这种腐败分子 以权牟利的手段 又没有我们可以公平发声的一个平台 我今天在这里 以这种方式向全体大众 发露忏悔 说出这个事件 我也没有说非得像 我没有想过我自己 以后的路会是什么样 我只是想 让国家高度重视这个事件 佛教也需要正本清源 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口上 没想好 走吧 去伤害到后面 那全都放在 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故意夺我的吗 都去哪了 你俩都去哪了 是不是故意夺我呀 那我就回去了 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干嘛呢 是真的在躲我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